好 接著我們開始做題目 那請各位一定要熟記我們前面教過的 計算末爾的兩個公式 要懂得我們怎麼樣從個數換末爾 怎麼從末爾算個數 怎麼質量求末爾 怎麼從末爾求質量 要能夠觀念我前面講解過了 希望你能夠徹底的了解 請問你銅的原子量就是3.5 兩末爾的銅有幾個原子 質量有多少功克 好 第一個有多少個原子 多少個 多少個 兩末爾多少個 我們知道一末爾就是6乘以10的23次方個 所以呢 小條蟲可以告訴你 把上面個數遮住 就是末爾乘6乘以1023次方個 就是多少個 一末爾6乘以1023次方個 兩末爾就乘2 三末爾就乘3 所以就往裡面乘 答案是1.2乘以10的24次方個 解決 再來是多少功克 也就是末爾跟質量的關係 一末爾東東的質量 就是它的原子量或分質量 這裡呢 這是銅 是原子量 它告訴我63.5 什麼意思呢 就表示一末爾銅幾克 63.5克 一末爾銅63.5克 現在兩末爾呢 兩末爾乘2嘛 三末爾就乘3嘛 或者看這個小瓢蟲也一樣 把上面質量遮住 底下就是末 乘原子量或分質量 就是我們的質量 所以 乘127克 就這樣做 很簡單的換算 很簡單的換算 然後這個在後面就有用處了 我們後面要加這個簡單的化學 其量就叫算末 就要用到哈拉 好 再來 同的原子量63.5 6.35克 有幾末爾 現在改 有幾末爾 好 然後我有幾個 第一個 兩個隨便你挑一個告訴我 看你要告訴我幾末 還是要告訴我幾個 第一個站起來 可以選擇你要告訴我哪一個 來 我們找哪一位大帥哥咧 這位叫做 12號 你要告訴我哪一個 你要告訴我末爾還是要告訴我什麼 幾末爾 蛤 我聽不見 一末 你說一末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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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你告訴我答案叫做一末爾 跟你講了嗎 一末爾只要是原子量分子量嘛 所以末爾就是質量除原子量分子量嘛 末爾就是質量除原子量分子量嘛 那給我6.35克啊 那給我6.35克啊 原子量63.5啊 就除啊 出來就0.1嘛 除了0.1嘛 解決啊 下個沒得選的 有幾個 你前面已經算出來幾末了之後 就應該可能是要有幾個了嘛 你前面算出來幾末就知道有幾個了嘛 不然就是要我前面講過嘛 給質量怎麼換成個數 要有一個橋樑啊 什麼橋樑啊 就是末爾當橋樑啊 你記得嗎 給個數求質量 給質量求個數 要拿末爾當橋樑嘛 我前面講過 現在我們前面已經算出末爾了 就簡單啊 就很容易就直接做啦 來我們找一位大帥哥 三三 六乘以十了 二十二四方個請坐 好啦 沒有公式直接從質量求個數 沒有辦法直接從個數求質量 我們要有個友誼的橋樑 叫誰啊 末爾 用個數去除六乘以十二三四方式末爾 用質量除以原質量分質量是末爾 這兩個末爾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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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末爾喔 所以 六乘以十二四二四方個 六乘以十二四方四個 OK 這就是我們的 練習二 再來 練習三 0.5末爾水有質量幾公克 那你就要知道水啊 你要知道什麼東西 分子量啊 你知道分子量是要知道什麼 要知道水的化學士啊 水化的原質是什麼 水化的原質是什麼 而且兔歐歐嘛 那輕的原質要我要你背有沒有 養的原質要我要你背有沒有 那你就會算出分子量啊 那有了分子量之後 有末爾就會求質量啊 有肉爾會求質量啊 所以呢 請你問一下幾末爾 有幾公克的水啊 回答我第一個 有幾公克的水啊 你要算出水的分子量啊 然後0.5末爾有幾公克啊 帥哥美女 這個人叫做13號 多少 不會喔 你跟我搖頭說不會喔 大哥子慢 虧我昨天還請你喝飲料耶 你這樣會不會太對不起我了 以末爾的指標就是原質量分子量嘛 然後呢 質量就是末爾除原質量分子量嘛 末爾去乘以原質量分子量嘛 這個小朋友都知道嘛 末爾乘原質量分子量就是質量嘛 然後水呢 H2O嘛 氫是1嘛 兩個氫乘2嘛 水 氧是16嘛 加起來18嘛 水的分子量18 以後你就會背了 就常出現嘛 所以就算出來就9公克啊 現在你要注意喔 我問的是有幾個氫原子喔 我不是問水喔 我是問氫原子喔 你要注意一件事啊 一個水有幾個氫原子啊 一個水有幾個氫原子啊 我不是問水有幾個 我是問氫原子有幾個喔 那你就要問我這個問題啊 一個水有幾個氫原子啊 一個水有幾個氫原子啊 你給我的是水的末爾嘛 我算是水的幾個嘛 可是我不是問水啊 我是問氫啊 你要問自己一個水有幾個氫啊 然後就要處理掉它啊 OK 帥哥美女 這位大帥哥是誰啊 這位大帥哥叫29號 29號 我看你站起來 我看你一定跟我說你不會 有面露微笑 喬喬的說聲 喔不會啦 男子安大帥哥說不會就不會嘛 請坐 一個水有兩個氫 看出來嗎 一個水有兩個氫 以末爾是六乘以十二三次方 所以個數就是 六乘以末爾 末爾乘六乘以末爾 末爾乘六乘二就是多少個 那現在0.5末爾的水就這樣乘 就是這麼多的水 但是我不是問水 我是問什麼 我是問青 所以要乘多少 乘二 所以大家六乘以十二三次方 這是一種喜歡考的題目 我寫個C6H12O6 然後給你個條件 我問碳有幾個 羊有幾公克 氫有幾末爾 那你要注意 我給的是C6H12O6的條件 你算出來是C6H12O6 但是你要問的 我問的是碳 我問的是氫 我問的是氧 你要記得 要問那一個裡面有幾個碳 幾個氫 幾個氫 幾個氧 然後做個換算 這就是簡單的練習03 OK嗎 有人問答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